大家好,欢迎收听AEA频道,更新在越南消息 今天看到一单消息就是中国放宽对越南海鲜产品的防疫规定 其实之前曾经一度出现了如果海鲜是检验到有病毒,就会暂停出口活动 但是最近就有所放宽 也就是说如果越南公司出口海鲜去中国 就不会突然间因为那批货验到有病毒,就要即时暂停进出口 说到海鲜,有一种叫巴鲨鱼,出口增长相当不错 今年上半年,越南巴鲨鱼出口金额达到14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82.4% 巴鲨鱼增长得很厉害,都跟经济大环境有些关系 为什么这么说呢?因为现在经济大环境就不太好 所以巴鲨鱼的价格一般来说比農利鱼便宜 因为很多时候将農利鱼和巴鲨鱼的肉看上去比较相似 所以譬如你去餐厅吃过鱼柳饭 以前可能用農利鱼,但是现在有些改为种巴鲨鱼也不奇怪 我听一些煮菜的朋友说,農利鱼通常是薄一些 巴鲨鱼就会厚一些 所以如果去餐厅,例如叫个農利鱼的饭或意粉 你会觉得鱼肉特别厚,可能是巴鲨鱼来的 另外再关心其他消息 太古集团也在东南亚一步一步扩充业务 在越南的VN Express看到泰古集团有可能将 越南可口可乐的业务做一个扩充 其实泰古在越南已经有房地产项目进行 例如在胡志明市与城市花园合作 开发了一个在首帖的The River的项目 是一些比较高级的豪华公寓 根据这个同一个报道就是已经90%卖光了 直到3月的时候 另外再说少少越南的金价 越南金价近日又再下跌出现 以金条来计算 但是仍然比国际的水平要高 国际金价其实也是持续下跌的 近日跌穿了1,700美元的水平 在我录音这段内容的时候 金价就做了1,683美元 说完金价就说回汇率市场又如何 其实越南盾对美元贬值 由今年以来年初到现在 就贬值了大概2.5% 相反越南盾对欧元就升值了8% 欧洲和美国都是越南的主要进出口市场 不过欧元虽然对越南盾贬值那么多 但是对越南的进出口商主要的合同都是以美元为主 即是有占到6-7成 所以进出口的企业对美元的变化更加关心 因为有些进出口商本身在美元未升值的时候 就是借了一些美金的债 如果美元持续升值的话 对于一些要还美金债的企业来说 都是更加大压力的 但是越南的一些财经的专家就分析 其实他们不认为 越南盾对美元会贬值得太多 因为在国际资金仍然不停拥有去越南去做生产的时候 也会抵消了越南对美元的贬值压力 那么今集内容先分享到这里 多谢你的收听 再见 insigh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